我要修改 把它改完之後 比如說改成YY 按修改 有沒有 這YY 要刪除 點下去之後刪除 是否刪除 確定刪掉 那其實你會發現這個範例其實非常完整 如果你們要想要學在App裡面如何操作資料庫 這個範例導致我覺得還蠻值得去了解的 那三修改先來看一下 其實修改非常簡單 修改就在這裡 也是一樣一個按鈕按下去 第一個先把什麼呢 把四個資料先帶過來 因為我要修改 我要讓他知道我要修改哪一筆 所以這個地方修改 更加編輯就是修改好 把資料帶進來對不對 帶進來之後的話 再利用什麼呢 利用那個translation 就是SQL裡面有一個叫update 那在這個資料表 settitle 等於什麼 title等於這個 對 然後detail等於什麼 有沒有 這邊會有id 那我們是根據id 那我必須呢 從 這邊的屬性裡面 他有一個隱藏的 資料 可以去抓到他的id 那這個id抓到之後的話 就知道這個id是哪一筆 然後把他做update動作 更新完之後 裡面的資料 就會 比如說AA改成CCC 就會被我修改過 CCC OK 那刪除的話其實也差不多了 點擊他之後的話 底下會有個刪除 他會跳出是否刪除 你如果按確定的話 他會根據什麼id去做刪除 那程式部分的話 在這邊 其實也是一樣 有沒有 我也是把他搬上來 他會出現什麼 是否刪除 這個寫法跟剛剛那個是否結束很像 有沒有 確定如果這個裡面frog裡面的那個conf 確定是有的話 那就怎麼樣呢 去抓到他的id 然後呢 下一個sql語法 Delete frog 這個資料表會有id 是根據什麼id 去做刪除 刪除完成工作會有個切換的頁面 又回到什麼呢 按確定之後有沒有 又回到我們的listview裡面 所以基本上 這個範例裡面就是新增 修改 刪除 查詢 其實非常完整 但是這個恐怕 需要各位對資料庫有一點 基本的聊 至少要了解 還有sql語法 不然的話你可能會聽得 很辛苦 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的重點是擺在 如何去了解人家的程式碼 並且利用人家程式碼修改你成你要的樣子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想 各位可以再看一下 這個部分 那畫面部分 我也幫各位把它傳上去了 所以 如果你要修參考的話我這邊有相關的話你把它重整一下 然後我剛剛是已經把結束入境新增 像剛剛這邊新增 那修改刪除也在把它傳上去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的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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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